感人瞬间 刘德华62岁为父亲举办香港丧礼 天王嫂朱丽倩公开祭奠 刘德华这位华语乐坛的传奇 如今却迎来了人生的一次传统告别 在香港 他无兄妹罕见齐聚为父亲举办葬礼 数十万粉丝涌向网络 哀悼之情深沉而真挚 深情告别艺术之巅的巨星的儿子 刘德华一直以来 是华语乐坛的巅峰代表 他的音乐是足迹几乎踏遍整个亚洲 成就无数 然而这一次 他成为了一个普通儿子 为自己的父亲办理最后的离世一世 丧礼的规模庞大 媒体争相报道 社交平台瞬间沸腾 还记得2009年8月22日 竹丽倩的父亲出禀当天 刘德华被遇迹发现在送葬队伍中 并公开称岳父为先人 后来迫于媒体和家族的压力 他们两人按照传统习俗 与天王嫂亡婚 给他一个名分 如今在天王父亲的葬礼上 苏丽倩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 公开以儿媳的身份祭奠公共 而且还为刘家生了一个可爱的孙女 所以刘父也算是安心含笑酒泉 没有任何遗憾 数十万粉丝纷纷发表追思 致敬这位不仅是艺术之巅巨星 更是普通家庭中的儿子 网上涌现出大量刘德华 与父亲相伴的照片 让粉丝们更多看到了 那个平凡而伟大的家庭 丧礼上 刘德华的五位兄妹罕见地提聚一堂 各自低头默默告别心爱的长辈 这个温馨的家族港风 让人感受到了亲情的珍贵 与其说是明星家族 不如说是平凡家庭 五兄妹的默契和团结 让人感慨良多 曾几何时 粉丝们习惯性地 将刘德华视为艺术巨星 却忽略了 他同样是一个普通家庭的一员 他在日常生活中 也是像一位普通儿子 为老人尽孝 父亲换岸后到处求医 夺利于丰厚的财力 才为父亲延续了二十年的生命 这次的葬礼 让他们以最真实的面貌诗人 将一段深沉的亲情故事 呈现在诗人面前 粉丝哀悼 海内外齐心送别 刘德华父亲的离世消息 迅速传遍了海内外 数十万粉丝 纷纷通过社交媒体 表达对巨星父亲的哀思 各种刘德华的歌曲电影片段 音乐会现场照片 在网络上涌现 仿佛这是一场 由艺术巨星送别的演唱会 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刘德华是我成年后最喜欢的歌手 他的歌陪伴了我很多年 现在他为父亲伴丧礼 我感到非常心痛 那也我为他感到骄傲 愿我的父亲安息 海内外的粉丝奇心送别 刘德华的音乐 他那低沉而饱含深情的嗓音 仿佛在世界各地回荡 像彻云霄 一代巨星的家族故事 刘德华一直以低调是人 对于他的家庭一直保持严密的私密性 然而这次的家族故事被披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让人看到了一代巨星背后平凡而真挚的一面 一个五兄妹齐聚的画面 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刻温馨瞬间 也是他们共同告别亲人的刹那瞬间 这场丧礼成为一代巨星的家族故事 也是对普通家庭温馨生活的一次珍贵瞬间 离别是生命的轮回 但是在这场告别中 希望刘德华的音乐将继续在人们心中回响 他的家族温馨的一幕 也让大家看到生活的美好 这场离别不仅是对一个父亲的告别 更是对一代巨星的敬意 刘德华在家人和粉丝的陪伴下 或许能够在离别中感受到生命的延续 这次的丧礼虽然哀伤 却是一次对生命的肯定 对未来的期许 在悲伤中 让大家共同为这位华语音乐巨星的父亲 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愿他安息 为了悼念父亲 刘德华将网站设置成黑白色 这一举动让粉丝们感到十分心疼和温暖 他们纷纷在网站上留言安慰华仔 希望他能够坚强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 同时许多粉丝还分享了 他们与刘德华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回忆起他在舞台上充满激情和魅力的表演 以及他对家人和朋友的关爱和照顾 据了解 刘理是刘德华的父亲 出生于1934年 享年89岁 他年轻时曾做过消防员 后来开了得胜事多 小吃杂货店养家糊口 他和妻子育有六名子女 刘德华排行老四 有三个姐姐 一个妹妹 及一个弟弟 刘德华从小听话孝顺 成名后力所能及地照顾父母 也曾为父母买下豪宅 并接到他们与家中 和自己共享天伦之乐 港媒报道指 刘理曾在2003年不幸患上膀胱癌 后来到公立医院完成膀胱瘤 切除手术并康复 抗癌成功后 他享受了20年的幸福时光 也算是有福之人 刘德华当年经历父亲患癌后 曾参与拍摄电影 《童梦奇缘》 来诉说父子情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小男孩 通过各种方式 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的故事 其中有许多感人的场景和对话 刘德华在电影中 蔓延了一位歌手 他在演唱会上 为观众献上了许多动听的歌曲 其中一首歌曲 《如果有一天》 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思念和爱意 除了刘德华外 他的兄弟姐妹的处境各不相同 大姐一直住在公屋 三姐早年移民 妹妹是一名教师 弟弟最受刘德华照顾 资产上千万 有传言称 刘德华和大姐关系不好 但其实她最初出钱出力帮助家人 可惜大姐沉迷赌博 刘德华无力挽回 只能让其自力更生 一直以来 刘德华都非常喜欢 带父母参加粉丝见面会 但因为受伤及疫情原因 已经有五年时间没有再举办成功 上一次举办见面会还是在2018年6月 当时刘德华携父母太太及女儿出席活动 也是刘里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艰苦卓绝的成长经历 深刻的烙印在刘德华心灵深处 他的成功并非来自于草率的运气 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对家庭的责任心 在他成名后 他致力于改善父母的生活 给予他们更为宽裕和舒适的环境 刘德华一直以来都以低调著称 他懂得如何守护家人的隐私 尽量避免曝光在公众视线之下 这与他早年对于媒体和家庭报道的强烈反感有关 刘德华一直强调 家人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而家庭的平安幸福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之一 刘理的去世也让人回忆起之前 刘德华曾经为了保护家人 而采取强硬措施的势力 有一次一家报社刊登了与刘德华家人有关的报道 引发了他的极度不满 刘德华直接找到这家报纸 对涉及报道的记者表示强烈反感 并发出严厉的警告 绝不容忍家人受到任何伤害 这种家庭至上的态度 他在他的事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刘德华的父亲刘理的去世 是一段家庭的结束 但也是对他无尽的思念 和对父爱的铭记 刘德华曾在一次亲生时 亲自为父母亲生 当时刘父看起来依然健康 精神饱满 然而生命的无偿 使得这段幸福的画面 在此刻变得扑朔迷离 刘德华虽然已经年过半百 但他在娱乐圈的地位和影响力仍然不减 他是一个成功的歌手和演员 同时也是一位和 在这段沉痛的时刻 我们除了对刘父的悼念外 更应该对刘德华和他的家人 表示深切的慰问 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在娱乐圈外是那么平凡又真实 流离离去留给我们的 不仅是对逝者的怀念 更是对生命脆弱的思考 对家人关爱的真实 对家人关爱的真实